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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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熱炒店的胸膏叉 不嗆不辣不上桌 玉琳哥 我們最常說我們熱炒店的名言是什麼 名言 我們節目有名言嗎 有 我們很多名言 好 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就是 對 我跟你講就是 我們跟人家抱怨說 我們家天花板漏水 真的是有夠煩的 結果對方說你們家天花板漏水 我們家還失火咧 那漏水比較好啊 就突然覺得漏水沒什麼 對啊 那天我在講說 我家出現了兩隻蟑螂 然後我鄰居說 不是老鼠就好了 我後來想一想也對 不是老鼠就好 兩隻蟑螂還好 至少不會飛然後不是老鼠 所以幸福是比較出來的 我們節目常在聊兩性的話題 我跟你講透過我們節目就紓壓了 這個人聊一聊 覺得說他活不下去了 結果一聊完 下一組聊完以後 他覺得他是在天堂 我跟你講每次我們的太太們來 然後大家在講一些先生的小壞話 其實都是愛 都是有愛 對 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我們就往下比 對啊 往下比就是我們這個 幸福感的來源 對啊 幸福感的來源 所以幸福是比較出來的 今天我們請來了很多太太們 還有我們很多來賓們 要跟我們討論一下 他們的這個 夫妻關係裡面的一些事情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我們的熱炒團 米菲 小咖啡 艾露 筆傑 小心肝 好 然後我的左手邊 怨氣沖天 怨氣爆棚 來 我們的李昕 哈囉 宋一璇 嗨 陳盈文 嗨 以及岳婷 嗨 歡迎大家 今天算是熱炒互助會 是 就是透過這個集體治療 集體治療 我們不用去看心理醫生 離開這座攝影棚 就滿滿了正能量 來 那四位仁妻呢 今天算是抱團取暖 是 看誰的老公最豬 一起來請看看 幸福是比較出來的 第一條 來 第一條 是什麼呢 家裡面有笨老公 誰要幸福 這個題目一定會有宋哥 對 不是 為什麼男生結了婚之後 你在 你應該是要坐一個橋樑 跟婆婆之間的橋樑 那他們怎麼可以變斷崖 你知道嗎 對 真的 因為我之前有習慣性失眠 然後我失眠就常常 你知道要去看醫生 醫生不是都給助眠藥嗎 對 然後問題是 你助眠藥吃了 你如果沒有睡充足的時間 早上起來還是會昏昏沉沉 然後我就有可能要去A地方 載著小孩要去A 但有時候昏昏沉沉 就開到B去 然後我老公就知道這一件事 他某一天晚上 他下班回來 他就跟我說 他說媽咪我跟你講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他說你知道 失眠是不用吃藥 就有辦法治的 我說怎麼辦 打婚比較快 他說我跟你講 你躺著 然後你就趴著這樣 然後我說好 趴著喔 對趴著 然後他說我就這樣摸 你有公叫你趴著嗎 要不然呢 然後他又說 他想要幫你搞累 讓你覺得 比較好睡 對 對 他到我八歲 他可能也沒辦法把我搞睡 對 他就說這樣摸 對 然後摸一摸 像摸嬰兒一樣 對就會睡著 我說真的假的 我說好那你摸摸看 然後他就這樣 我就聽到很安詳的聲音 他摸你他有感覺 摸一摸 摸一摸他是 他自己睡 對男生都睡得很快 很快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你越來越清醒 當然啊 他還不是要我睡嗎 果然喔 女生都半夜 抱怨男生說 那個事情結束趕快睡覺 真的啊 牛會累死啊 沒有那件事 你們也睡得很快 對 睡覺 OK 然後 我這時候聽到他那聲音 我就火來 然後我想說 不是要治我的睡眠 你在睡什麼 對 然後我就搖他腳 我說起來 然後他說幹嘛 我說你不是要摸我 然後讓我好睡 你為什麼自己就這樣子睡 你不覺得你很自私嗎 然後我就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念 然後我老公就好好 不要睡不著 站在那邊發火 然後反正那一天 就也不了了之 隔天我婆婆打來了 我婆婆就說 那個 一璇媽媽跟你講喔 那個藥不要 不要每天這樣子吃喔 對 什麼藥 然後我就說什麼藥 然後他就說 我聽那個就聽我老公講 就是 你每天晚上都在吃藥 然後吃藥之後 然後你白天都昏昏沉沉的 然後你連開車都開不好 媽媽跟你講 我就說 然後想說 我這輩子 不讀也不讀 為什麼我婆婆說我課藥 他當作你有藥癮 對 他就說我有藥癮 然後我就掛完電話 我還跟我婆婆說 好媽 我知道了 那個你放心 我婆婆就說 媽媽跟你講啊 還年輕身體要顧哈 然後電話掛上 我就打給我老公 我說你跟媽媽怎麼講的 沒有啊 媽問我為什麼 今天上班就是 一副那種很愛困的樣子 然後我就跟她講 因為 你晚上沒有吃藥 然後你沒吃藥 你就會脾氣暴躁 然後你脾氣暴躁之後 連那個白天開車也開不好 然後每天都吃那不知道什麼藥 然後馬上就擔心 就打給你啊 結果我婆婆就以為 我剋了不該剋的藥 你知道嗎 就一直勸戒 就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傳達有這麼難嗎 變成你在剋藥了 對 就變我是一個 要注眠很容易耶 我最近就是 睡覺前打開YT影片 那電視不是都那間YT嗎 你只要看到一片以後 後面會有一千片等著你 就是三分鐘入睡 自己會跳 就是她會放那種 某一個頻率的音樂 真的喔 我就測試過 三分鐘入眠 然後我寫說什麼 美國陸戰隊的睡眠的秘密 什麼 這種東西 對 然後你一放下去 真的就沉沉睡著了 你可以睡多久 對啊 你可以一直睡五六個小時 不行 因為我就睡著了 所以音樂就沒有關掉 然後她那種音樂 是沒有廣告的 她就會一直播 播一整晚 然後我醒來說 看那個手機 已經早上九點了啦 我是十二點開始聽那個音樂的 可以睡九個小時 可以 真的 你這個年齡怎麼可以睡 我氣死了 我天天在錄影裡面 有看到我錄影的時候 精神萎靜嗎 沒有 太久 松哥我們趕快去搜搜看 是什麼音樂 就從白天開始讓小孩聽 好 如果音樂沒有用 還有第二招 這是Melody最近在用的 是不是也是入眠 我一聽她的講話我就 我一聽她開始 對 那我 因為內容是好笑沒錯 但是我的音頻啊 是屬於助眠的音頻 對 是喔 真的會 就是聽她講 然後你就 所以每次來賓來上我的節目 為什麼不知不覺會睡著 有可能 因為我 有可能是因為我跟你站在一起 這麼多年 你說的笑話我都聽過 所以她一開草 我就說我知道她講到什麼 睡著 對啊 我們去試試看 來 海洛 我真的覺得 不會傳話的另外一半 真的是 非常豬 妳老公是這樣嗎 對 她差點害我們兩個結不了婚 妳老公害你們兩個 差點結不了婚 對 因為我是台北人 然後我現在是台中人 然後我們球隊是在台南 然後我們台南要補辦 然後 因為台南我們是辦戶外婚禮 然後想說就是吃Puffet 然後因為我爸媽 他們比較開明 然後因為台中跟台北 他們都來過很多次 然後我想說 他們還要來台南參加一場 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跟我爸媽討論 那他們也說OK 那他們就不下來參加這樣 然後我先生就想說 喔好 那艾璐爸媽都不來 那是不是也不用請我爸媽這樣 但是因為他們是台中人 比較傳統 然後我先生不知道怎麼跟婆婆講 他就說 因為艾璐不請她爸媽 所以我們也不打算請你們 講這個話 不行 你家就是惡媳婦 對 他就會變成是我決定這一切 然後我就說不對啊 這明明就是你家人 你知道他們是很傳統 你應該要問他們願不願意來參加 或是要不要來參加 那這樣講我整個就是 你背鍋耶 沒錯 我就整個背大扣分 就覺得 男生講話比較直接啦 真的 而且我不會溝通 男生比較沒有拐言抹角的 真的 好 妳說心甘 我們那個時候也是結婚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 是最需要老公當橋樑那個時候 我老公那時候也是 你知道 因為我有一個伴娘是男生 可是他其實也沒有要穿女裝 或是幹嘛 然後就是希望 你兩次男生就好另類喔 對 可是就是他也沒有要穿女裝啦 只是因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這樣 然後結果 但是 我公婆也是有點沒有辦法接受這樣 結果我老公 他是直接跟我婆婆就是吵架 然後他說 你們就是一點一堆 然後直接掛電話 然後他說 所以現在是怎樣 最後也是我打電話給我公公說 那不好意思啊 還是說就怎樣這樣 我們就是再請女生來這樣子 OK 我覺得不會講話 或講話不清楚 真的很有事耶 像我老公差點害我跟我婆婆撕破臉 因為我那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我婆婆很 我婆婆很會煮飯 可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當姐姐的時候 那個衣服是沒有任何的扣打 沒有空間 我如果三餐正常吃 就是會胖個一兩公斤 就塞不進去 對 那後來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說 我說媽媽晚餐已經會煮了 中餐也煮 早餐也煮 可不可以少煮兩餐 就吃晚餐就好 早上我們可以睡晚一點 欸 當天真的沒煮 但是家裡燈很暗 然後婆婆就躲到房間裡面去 我想說你怎麼發生什麼事 我說你怎麼講的 一般婆婆都躲到房間裡面 就是有事 有事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你到底怎麼講 她說沒有啊 而且婆婆還躲房間 對 然後她就說 我就跟我媽說 就是妳不要煮了啦 就是她就叫妳說 中午跟早上都不要再煮了 就是煮晚餐就好了 好像妳又 好像妳在使喚她 妳煮飯阿姨還是什麼的 然後有一次也是就是 我們要出去吃飯 可是因為當天我朋友突然來找我 我總不好意思就是說 叫我們全家都陪她一起吃飯 她也很不好意思 我說那我們兩個去吃就好 那我就跟我婆婆 就是沒有講了 我就跟我老公說 說妳幫我跟媽講說 我今天沒辦法出去吃飯 結果後來她也是跟我婆婆講說 她 因為我婆婆回來臉就很臭說 我說我沒有不想跟你們吃飯 是我有朋友來 我不能跟你們吃飯 結果後來我老公說 沒有 她今天不想跟我們吃飯 她就是順口講了一句 她今天不想跟我們吃飯 哇塞 真的都好意思 跟不想差很多 對 所以一個字就可以 她有一種是 佛心失和 那個佳話妳知道嗎 我一個朋友老婆送給她佳話 佳話 佳了多餘的話 就是 那個朋友的老婆送給婆婆 一個入門款的 入門款的名牌包 那婆婆就說 這麼貴重的東西不用啦 不用這樣 不用這樣 堅持不收 然後呢 這個老婆就跟老公說 妳去跟媽講 就說那個很便宜 沒有那麼貴重 好啦 那妳就說 媽 這個沒有那麼貴 妳收下來吧 不要覺得有壓力 結果妳就這樣講就好 那老公說 媽 這個妳收 我老婆講說 這個 她為了凸顯很便宜 妳這樣媽媽不要有壓力 她就自己補花多的大便 不是 有一些老公會講說 我老公說這個很便宜 便宜的給妳沒關係 對 這種話 那個婆婆會記在心裡面 什麼意思 我就要用便宜 那婆婆也是很難伺候 貴的說 這我不敢收 便宜的跟大便一樣 我才不要的 沒有 就是要聽到說 然後這個貴的我不敢收 然後 either媳婦或是先生 就要去說媽 不管多貴 我們只要妳開心 妳喜歡就好 對 就是要聽好話 誰不想聽好話 連婆婆到了七八十歲 都想聽好話 對 這樣講是對的 這樣就委婉多了 對啊 沒有 就是到結婚 我已經十幾年 到現在我就理解出一個道理 千萬不要讓老公傳話 拿東西 對 永遠做不好 妳怎麼教都做不好 比如說剛結婚的時候 我還教的會 我教了十幾年 這個事都沒有教明白 因為 剛剛結婚的時候 有的時候想 就精心準備一個小禮物 去外面買了什麼 土特產 或者什麼好的海鮮 要去 時不時 要孝敬給婆婆 有的時候 最後妳沒辦法自己回去 妳就會拖老公 那回去幫我帶一下 我今天有事沒辦法 好 那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問 那媽媽說什麼 對媳婦喜歡 說什麼呀 我說 我老婆說 沒說什麼呀 我說 我想說 怎麼可能沒說什麼呀 對呀 這麼好的東西 我說 那妳怎麼給媽媽的呀 我就說 那小薰給妳的 我說什麼 我說沒別的了嗎 我說沒有啊 還有還有說什麼 我說妳當然要加一句說 這個很好喔 什麼是我特別準備的呀 對 很不容易買到啊 或特別為媽媽準備 她不知道 那是我這個月的業績 好不好 她一句話沒說 我這個月的業績 做媳婦的業績 就沒了 真的 而且我婆婆是一種 什麼心理感受 我老公 不 小心給妳的 我婆婆說這什麼 奢侈給我的嗎 接來之食嗎 就這麼一丟 對 還有我婆婆如果不在家的話 我老公就把東西 往家裡這麼裝一放 對 人就走了 對 沒有留下之言片語 真的 平時廢話一堆 這個時候 對 一個多餘的字都沒有啦 對 為什麼她們唸我們 可以唸不完 叫她多帶一句話給媽媽 她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跟媽媽 不會有這些防蚊乳節 真的 而且這個事情我知道之後 我就 我有教她 我一句一句地教她 不會記得 不會記得 就算是 拉布拉多都聽懂了 對 對 這狗都學會了 鸚鵡都會說了 我老公還不會說 而且我教完之後 比如說 也不會超過十句話 比如說 這很容易講 還在理性特別給妳準備的 因為有些話 我們不方便講 從她裡嘴巴講出來 效果更好 而且我教完之後 我會領著她 領著她 去現場演練一遍 對 都不行 都寫完一放 媽 小心給妳的 然後我想說等一下 我教了第二句話 第三句話 怎麼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 該說了 然後我就 使眼色 使眼色 她也理解不了 媽 拿去逼妳下 就沒了 這個事情 很獨腦 這個事情 我結婚十四年了 我教了十四年 好不好 沒有用 我要教一隻狗的話 那狗就能去說相聲了 都可以去馬戲團表演 對 有一次我帶我老婆回家 然後我老婆突然想到說 那是不是要以她的名義 送我媽禮物 這也是合乎常理 對 我就說不用了 這樣子還要停到7-7去 很麻煩 然後我就想起我 車的那個行李箱 有一盒業配的 草燒送妳的東西 羊肉爐罐頭 罐頭 好爛 罐頭要用妳的名義 不能用芽芽的名義 但是那個滿大的 羊肉爐也不錯 長輩愛吃羊肉爐 好 帶我家 那我事實話都有交代到 這是芽芽特別為妳精心準備的 她心中一直有妳 想方設法要弄到這個 你看 羊肉爐的這個算是聖殿 給她 然後那個外面的那個盒子 就打開了 哇 死人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印象中有兩罐 但我不曉得 我在之前可能有吃掉一罐 那為什麼剩下一罐 原本應該是兩罐很明顯 你知道嗎 因為它有一個拖架 拖架就兩個圓洞 那你不可能說一罐好 另外一個圓洞是空的 好難喔 那我媽也懂事說 我老婆一整個晚上不跟我講話 因為主要是因為 我前面加了很多話 說她如何的辛苦 如何盡心的準備 如何的心中有她 結果是幫她準備 把她抬那麼高 然後一扯就扯下來一罐子 所以老公真的不可高 咪非的老公也不遑多讓 沒有 因為我剛剛聽大家都是 婆媳之間的關係嘛 然後我老公就很喜歡 問廢話 唉唷 對 我女兒在哭 然後我要走過去 打開那個奶粉罐 她就說 你要喝奶嗎 不來耶 我自己喝嗎 然後呢 洗澡 我去拿大毛巾 我要走 拿大毛巾 拿內褲 拿衣服 然後我要走進廁所的時候 她就看著我說 你要洗澡 我要就衝浪了 不好意思 真的發生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會這樣耶 為什麼你們會這樣 我老婆在更衣室 然後 在那邊找衣服 我說 幹嘛 你要穿衣服 很奇怪 然後要倒垃圾 拿著垃圾 比非他們喜歡刷存在感 真的 就是刷存在感的一種方式 真的 然後他在吃麥當勞 我一次說 幹嘛 你在吃麥當勞 我這樣問 這很奇怪的問題 有的時候是找話講而已 講廢話就是 對啊 講廢話 這是存在感 他們一定要 你感受到他的存在 還有一種情況是 前面有吵架 然後你不確定 他到底好了沒 對 至少最長 所以你問他看 他不會回你話 如果你的是麥當勞 他不回你 就表示他在氣 對 他如果跟你回 對啊... 這個薯條你要吃嗎 代表他沒吃 這個就是生婆的小...